做完手术 切完肺 你去复查的时候 会发现CT报告上面有很多 不正常的地方 比如说最常见的 胸腔少量肌液 胸膜真厚 调索影 斑片影 等等 这些我都叫做术后检查 大家不必关注的 一场 就是说因为大家 做了CT检查 那个报告是谁写的 不是外科医生写的 是什么医生写的 是放射科影像科的医生写的 那么他 这些放射科医生影像科医生 写报告呢 只是根据他看到的情况 来描述 就是他看到了什么 他就要写什么 比如说他看到了 胸腔有少量的积水 胸膜有真厚 或者是有了调索影 有了斑片影 他一定要给你写出来 但是这些情况 都是手术切除肺以后 留下来的疤痕 留下来的影子 所以我把它命名为 叫做不必关注的 不必关注的 一场 你看起来像是一场 其实都是正常的 你想想 开了刀 切了肺 能留不留下一点影子吗 动了刀 把肺 把肺都切了一块 那剩下的肺 膨胀 然后做检查 他就会留下疤痕 留下影子 所以只要没有什么不舒服 只要各方面都是正常的 这种CT检查上的 异常报告 大家不要担心 那么最好是找你的手术医生 让你的给你做手术的医生 看一下 做手术的医生 他一看 他就心里面就知道 是怎么回事 做手术的医生